展望 你们看看两个腿部 黑色 都不会 这条冷水无加粗 让它融入 里面没有粘食 和脆汁 把它分开 幸好没有断 只会融化了胶壳 O5H1这条电线要留意一下 这条电线是打烂磨输出的线 由这边直到打烂磨 打烂磨输出就来到这边 接着是150A电架输出 这个位置走到20万左右就会开始融化 因为这条电线其实很热 而且要小心热手 这条电线我试过被热到起水波 这条电线如果不理它继续融 这条电线我试过这样整个位置融化 那就要加粗电线 就是这样加一条粗电线 沿着它这样走 就不要凌空地飞电线过来 因为譬如你阻止维修 阻止拆电池换电池 你就这样凌空地飞一条线过去 那就很麻烦了 你做事就要每次都要拆掉一条线 才换到电池了 记住用窄带窄就不要用电线交部 这么热的环境电线交部会用的 接着就是提提你这条线是长火来的 做的时候就要脱掉电池头的底 脱掉电池头的腹极才好做 做完就摸回腹极 接着试试它够不够粗 怎么试呢就是着车 用完一天之后收工的时候 摸一下条线 暖手的就正常 如果摸下去热手的 即是不够粗了 那就要再加粗了 在这儿的银子里边 也不全都要做 在这儿再加粗了 咱们喜欢的银子 已经滑了